你當時去見到對方 第一眼的印象是什麼 就覺得很有氣質 氣質喔 可是如果講漂不漂亮的話 漂亮 可是他一直叫我說 如果有人訪問這件事情 不要講漂亮 他說這樣太臭屁 他有交代你怎麼講他 不是 他就希望說我不要講 因為到時候 你知道媒體很毒辣嘛 一定會說 萬一拍到說 也沒有多漂亮什麼什麼 要有個退路就是了 那他的父母是立刻就喜歡你嗎 沒有 覺得是不是年齡差太多 他媽媽... 陳媽 對不起喔 他媽媽到我10歲 但是... 因為第一次見面是真的滿激烈的 在哪裡見面 就是我去他家 他要去表演 我去幫他拿大提琴 然後我就過去跟他媽媽打招 我說陳媽 你好這樣 你去對方家裡幫他拿大提琴 然後對方的媽媽也剛好在家 他是林長 他很熱心工藝 他正好在幫忙鋪路 他媽在鋪路 然後拿一個大鏟子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其實真的第一次 你是在亂講一個故事下午 你講過應該是假的吧 真的在鋪 我是真的第一次那麼錯 我就說陳媽 你好 我是徐傑輝 他媽媽就蹲在地上 就這樣抬頭看我一下 然後就 砰這樣 那個鏟子 然後接下來就用台語講說 你比較差不多耶 你們兩個差十八歲 就對了 你聽到做他老爸 所以他這句話已經藏在心裡 很久要跟你吼 都沒有機會吼出來對不對 那已經是交往一陣子之後是不是 有一小段 他這個職業有意見嗎 有 他說什麼 他認為你們演藝圈的都是 很亂七八糟 他用的對白是什麼 因為那是... 我不好意思舉例 因為正好在那個捷骨園 正好是幾位藝人 接連出很多狀況 比方說逃賭債的啦 或者是吸毒的等等 所以他把所有的帳戶 都放在我 那我就很誠懇跟他講說 可是陳媽 我沒有啊 我在這行業我一直很努力 我一直真的很珍惜自己 然後他...他就說 我知道你沒有 但是我不曉得你以後會不會有 對 陳媽媽這種懷疑也是對 真的嗎 一切保證只能到今天為止 搞不好他叛逆期是55歲的 對 所以你當時就在路邊 跟陳媽媽溝通 然後講到他哭 他就說我們是一個很... 你們為什麼都在馬路邊 做這件事 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這個岳母她個性很直 然後我完全看得到說 他在保護她的人 然後他到底看中你什麼 他就覺得我非常誠懇 而且其實就像你們剛剛講 我私底下很嚴肅 根本不搞笑 然後他開始去看到比方說 我喜歡去種菜 我對土壤的那個愛護 我現在講真的喔 他像龍蜜蜜蜜蜜 我現在講真的 我覺得這個案件差不多了 請容許我在禀報詳情 真的... 我沒有吃過什麼 真的... 他們都吃過我種的菜 我種的水果 我吃過香蕉 真的 所以請問當時那個女生 有表明說她有跟你結婚嗎 這麼直接 那她為什麼不自己去處理 媽媽的事情 有啊 她有在處理 只是你要慢慢來 你不能一下子這樣子 媽媽那邊後來怎麼解決的 其實她媽媽以前 就非常喜歡看我的節目 我的兒童節目她有看過 然後我跟沈文誠主持歌唱節目 她也很喜歡 但她不喜歡最大檔 她也喜歡 她只是不喜歡演藝圈 所以現在已經跟她打成一片了 是不是 非常好 很麻吉 很麻吉 然後她有答應你們就是說 盡快辦婚禮 不然我們怎麼敢印這個呢 這印也是要錢的耶 你們演藝圈的人 我怎麼知道你們是誰 你們都... 高興印就印吧 所以是要立刻生小孩嗎 我覺得這樣對新娘人不公平 最起碼要玩一陣子 如果被拍到的那一天 我們不會嚇到說 也沒有很漂亮吧 你... 不是 因為她雀直有稍微鋪路 我可以把我的同事 偷出去講 有命啊... 我告訴你喔 我真的覺得她真的是 非常非常漂亮 是 非常漂亮 請問那個 妳這一次這麼有把握 是因為妳覺得一切 因為之前都不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次是很順 因為妳只要不讓別人知道 就比較順一點 對... 就妳越安靜越好 妳等她比較成熟的時候 這跟種那個香蕉是一樣的 謝謝 對... 那我會去那個交往一趟 謝謝 不過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冤屈到底是在... 對啊 冤在哪裡 冤屈下台才敲門問 妳就跟她說妳是不是Gay是不是 而且我覺得... 妳這麼多年有常常被人家認為 是Gay嗎 有耶 尤其我在最大檔 我又都模仿女生居多 可是妳有沒有人生 哪一個片刻是Gay過 沒有 沒有Gay過 我覺得也不要一直這樣喔 妳就昨天9點半到10點 妳變成時間 好像Gay是一個不好 其實也不是 可是就是有些時候 如果可能妳本來是Gay的話 妳突然又覺得想要跟女生在一起 好難喔 比方許潔會在我們節目講 是這麼大的秘密吧 好深喔 妳要先跟她談心嗎 演出她的那個 所以妳有被別的民眾也認為過 妳是Gay 有 比方說去Costco買東西 然後那個太太就說跟那個先生 妳都聽得到 那個先生就說 全民最大黨的 然後那個先生就說 他那個Gay 真的假的 好沒禮貌 對 所以一般人還是會講這種事 而且語氣我覺得就是很不好 可能也長得比較矮一點 所以 沒有可以 長得矮 沒有可以遵視 對 所以妳這一次 不會是為了要向民眾證明說 妳不是Gay這件事吧 不是 是不是要證明 是出於真愛 真愛 許潔會這一次這個 看起來應該是成功了吧 對 祝福妳 謝謝 恭喜妳 許潔會 謝謝 許潔會 許潔會模仿Makio 大爆鴨子八卦囉 許潔會要告訴你們 鴨子當初有在半夜三點到 好幾個月 所以我們要半夜的 為什麼不能正常